杜威 张宝峰 张耀坤 曹阳 高明 严松 陆峰 王栋 于涛和商鱼服输的徐亮担当起了抗衡对方343阵型的众人 开场仅一分半钟 韩国队就获得了一次任意球的机会 而中国队也在三分半钟后 由队长杜威完成了第一次射班 随后场上的局势就被逼抢凶狠的韩国人完全控制 在比赛的第二十三分钟 中国队门将安琪出击失 好在他的第二反应很快 将对方射出的皮球压在身下 而在防守吃紧的同时 中国队直到第三十分钟 才由王栋完成了第二次射门 上半场结束前 队长杜威的投球再次填出 这样在前45分钟 中国队三次较有威胁的射门 全部由防守队员完成 下半场中国队的后防线依然受到了100米速度11秒2的崔成国的危险 开场不到两分钟 他们就险些在崔成国制造的脚球中丢掉一分 在比赛的第62分钟 曹阳终于得到了中国队在下半场的第一次射门机会 但是曹阳的射门偏了很远 二十分钟后 获得脚球机会的中国队大举压上 但正是这次压上让对方打了一次致命的打击 回防的三名队员面对崔成国的长途奔袭和曹仔珍的强点 无计可失 被对方打进一球 一分钟后 杜维将投球顶到了对方门将的怀中 最终他们以0比1的比分取得了与上届国奥队完全相同的开局 韩国队的崔成国当选本场最佳球员 而杜维堪称是中国队比赛中唯一的亮点